没有性经验的同学就把它当鬼故事来听好吗 今天我们要来讲一下一个非常私密的话题 那就是性 说真的这件事只有当事人知道 而且你没有经验你还不知道 那我有经验吗 没那么多经验 但是我懂专心 我们就来看看星盘当中的火星 落在什么星座跟你的性有什么相关 火星舞羊的人刚开始 可能对性是很设防的 但如果机会来了 它也准备好了 那么10个也占9个火舞羊 毕竟火星舞羊是非常的有开创性 所以什么困难都不怕 冲就对了 而且如果尝到了这种突破万难的甜头 从此防线就打开 谁晓得他会想挑战什么 通常火舞羊也不喜欢太明亮的地方 光线越昏暗越难投入 火星射手 也是火象星座哟 不过他是看不出冲动的那一族 看起来甚至有点清高 或者是有一种修行人的特质 但你可知道里面藏着熊熊的烈火呢 火星射手是属于只要感觉对了 第一天就那个也有可能 而且火星射手很容易被冒险感觉吸引 比如说他会幻想跟不同的对象试试看 一次跟很多个试试看 各种新鲜未知的可能性都在他的脑海里不断的翻腾 就看命运给不给他机会了 火星水瓶对性跟性感这件事情是没有边界的 因为他们很乐于当外星人 所以有可能穿一件非常深V低胸的衣服 也可能哦 因为他也觉得这没什么吧 但不要忘记水瓶是风向星座 所以他们还是对智力的活动更感兴趣 因此幽默的人是可以激起火星水瓶的火花 所以某种程度呢 火星水瓶要被触动性欲 可能是因为跟你心灵相通 多于肉体 为爱而性的感觉很大 火星水瓶是很需要自己的空间的 他们也能接受跟伴侣 各国各的分房税都没有关系 因此如果性行为过后他没有那么贴心 你也就把它施为当然吧 你可以想见火星双子 好奇心一定爆表 所以咯 在爱爱的时候 可能话也很多 可能也会跟你聊天 可能也会不断地询问你感觉如何 这次跟上次有什么不一样 如果你不是很喜欢在性行为的时候接受访问 你可能就要告诉他一下 那么没有对象的时候 火星双子也是属于很想尝遍各种菜色的好奇宝宝 因为谁知道呢 各式各样的人可能有各式各样的不同行动 光想到这一点 他就非常地想做问卷调查 他们也很容易被闲诗的简讯给触动 所以如果你跟他是伴侣的话 纸上谈冰也是可以的 其实火星天蝎的人非常重视性这件事情 他觉得性是最高境界的两者和而为一 所以他会非常地投入 非常地用心 因此他不能接受对方不用心 或对方飘掉 他要求的就是两个人真正的合体 然后对方能够为此而高兴 感动的程度跟他一样高 他就觉得很满足了 因此火星天蝎为了跟你好好交融 他也会努力搜集资料 让你愉悦 所以火星天蝎在乎的不是量 他在乎的是值 在过程当中感受到对方也如此投入 如此感动 这是他要求的最高境界 结束之后也会很体贴 不会倒头就睡 所以可以说是非常性感的情人 想给对方全方位的体验 火星巨蟹也是把性看得很重要的一组 他认为两人关系当中不能没有性 他会把肉体关系跟安全感做一个连结 你说性中重要呢 什么是安全感呢 也就是说只要没有性 他很可能就会怀疑自己是不是老了 没有魅力了 没有人要了 所以有性他才会觉得自己还年轻 还有人要 你看有多重要 因为性很重要 所以他们也能接受有靠有 只是火巨蟹嘛 他对于这件事情一定是偷偷来的 他不一定会分享给闺蜜知道哦 毕竟这种秘密怎么好意思说呢 如果你身边有火巨蟹的朋友 不妨问问他有没有炮友吧 说不定他会告诉你 有哦 只是你都不知道 火星处女其实是蛮热衷性的 从她很喜欢搜集性的讯息 或这方面的书籍 或者是研究报告 就可见一斑 而且他们是属于独乐乐 不如众乐乐 他们的床地知识 还蛮想分享给大家知道的 当然是跟自己最好的闺蜜啦 而且说话毫不保留 让闺蜜听得瞠目结舌 而且他以让对方开心 会最主要终止 难道会领到小费吗 在床上呢 他们也喜欢香辣的戏码 比如说打个小屁屁啦 做一个捆绑啦 都没有问题哦 当一群姐妹 大聊这个炮友话题的时候 说不定火星处女 就会冒出一句 她的size有多大 真的蛮务实的 不要忘记了 金牛座是很直接的一个星座 喜欢就喜欢 不喜欢就不喜欢 所以火星落到金牛座 你身上一定有她很喜欢的强项 让她恋爱不已 然后觉得跟你在一起真好 这时候幸运就会起来咯 而且感官很重要 比如说满足了肉体 可能也要满足视觉 还有满足听觉 所以有的人也蛮喜欢一片照镜子的 那嗅觉的话 如果你身上永远是香香的 而且是很喜欢的香味 那当然是为你疯狂咯 皮肤好也很重要哦 所以把自己照顾好 就可以让金牛对你的幸运长长久久 火星金牛如果是男性的话 可能不会有太傲人的表现 但是耐力十足 有无比的毅力跟精力坚持到底 不过因为火星落到土象嘛 所以不要指望她在床上有多新奇的动作啦 火星落到天秤座是一个弱势位 哎有时候这个弱势还弱得蛮好的 为什么呢 因为就比较不冲动了 在心方面他们可能倾向被动 所以我们会用配合度很高来形容他们 但并不代表她就没有行动力哦 她是属于会看你的需要 而调整她的火力的那一种 所以你如果很需要她加大火力 她也会如愿地加大哦 而且火星天秤喜欢优美的感觉 所以跟他们的性行为当中 你可能会感觉到一切都是非常的舒适 而且所有舒适的元素都具备了 都会很喜欢的类型那么打下你就代表我很厉害 这一点想象和这一点征服也很重要 不过落实到性行为上呢火星狮子还是喜欢舒适的 所以性方面舒服最重要咯 配合度也很重要 如果跟你性的过程当中 他身体觉得不舒服 也许他就会觉得我们应该其他也都不适合吧 说到性 我不能说他们能力不好 但是火星摩羯的人很容易尴尬 千千万万记得在暖机的时候 不要逗他笑 一旦犯了尴尬 你们就没有办法了 再来火星摩羯其实也很重视仪式感 仪式感是一种重视的程度 所以如果好好的把自己准备好 然后也很注意他的感受 比如说在一个比较舒适的环境 床也软硬适中 他躺得很舒服 然后也觉得很被尊重 有安全感才会开始有feel 你看麻烦吧 遇到性方面合得来的人 只要有做就好了 没有做完也可以 有做到就很开心了 火星双鱼 一定会把你投射成他的天菜 所以他们的确是麻烦做白日梦的哟 有时候他跟你做着 你也不知道他心里在想着什么 为什么有时候很high 有时候又不high呢 一定是他脑中的幻想不断在换的关系 所以火星双鱼的人 可能说着好像蛮不在乎的话 但是其实内在还是挺保守的 要突破那一关并不容易哟 火星双鱼还要注意一点 在感情当中 你很吸引别人来引诱你诱惑你 所以怎么样分辨什么是自己想要 什么是自己的底线 还是蛮重要的 以免陷入了暧昧跟混乱的关系 以及在感情当中 你也要小心自己的拯救者情节 这会使你老是接触到那些 很需要你拯救的人 而不是真正你需要的人哦 这一集看完 是不是大家嘴巴都张大了 而且已经长得很酸呢 我们可以每个人观察自己的火星啦 了解自己情欲也很重要哦 我也算对我们的生育率有点贡献了 加油 嗨大家好我是唐启阳 从这个月开始 我就会在Vogue频道跟大家见面了 我会在这里呢 分享很多星座的小尝试 或占星的小知识 我们Vogue见